首先要看看中國和印度的關係 由六十年代開始 中印邊境的衝突是沒完沒了 最近衝突反而有假劇的跡象 中印從來都不是一個和平相處的兩個國家 為何環球時報今天點睛去講印度 是因為我自己覺得是提醒印度 美國信不過 因為美國總統拜登和印度總理莫迪 41日舉行了線上的會晤 不僅如此 接著兩個國防和外交部長 接著華盛頓舉行二加二部長級的對話 可惜這次美印的對話是相當高層次 當然這些情況在北京眼中看上來 都大為緊張 覺得如果印度一旦支持到美國 或者傾向了美國 對整個地緣正義來說有很大的衝擊 當然這些社評人就集中於 講述烏克蘭的敘事 這個敘事就是究竟 美國的敘事方式和俄羅斯中國的敘事方式有不同的 印度你和美國去談談的時候 你會不會陷入了美國的敘事方式的層次當中呢 那個敘事方式呢 在俄烏戰爭發動之初的時候呢 美國和一半的盟友都在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美國同時都希望其他人都能夠站在同一個立場上面 對印度來說呢 他都希望向印度 要求印度譴責俄羅斯 但印度從來沒有出現過這個字眼 印度在很多的投票方面 聯合國好都是保持這個棋權 綜立保持 為什麼呢 這個很重要呢 就是印度主要的能源 在俄羅斯是輸入 俄羅斯的能源是很便宜的 無論在運送方面 很重要 所以印度不可能和俄羅斯去鬧翻 但印度和美國的關係都特別 美國所主導的四方機器當中 其中一元 多一點一元 跟其他那些真是美國盟友就很不同 有一點點藥即藥來 其實呢 印度是一個主權大國來的 不聽你笛 我又覺得是對的 但是呢 作為一個結盟 這個四方陣型的時候 四方機制 的確是否應該有共同進退 但不是 現在不聽笛 其實環球時報說 美國和印度 美國處處在印度上動手 都是希望拉印度而去壓制中國 拉印壓華 這也是環球時報的用語 那些方面都司馬超之深 在整個圍堵中國來說 南亞的板塊就很重要 所以中國在這方面都很小心去處理 所以中國和巴基斯坦的關係就非常密切 今天剛剛信報社評就說一下巴基斯坦最近 新總理 新總理 說到這個中巴關係 也都說到巴基斯坦的新政府 你又要和美國打交道 你又不可以背棄西方這麼大的市場 和各方面的關係 所以地緣政治是相當複雜 所以和這篇社評都看到 鵝烏戰爭就是牽法動全身 是整個全世界的關係報告 包括歐洲的國家交了北約 這個是普京始終不及 他本來要打窩難 就減少北約在他周圍的國家的部署 現在不是增加了北約的團結性 老總和我去做新聞天地這個環節 就是國際焦點的環節 都希望將大家的事 不要只是集中在香港 藉著每一天所發生的國際大事 讓大家認識在不同的地域上 不同的國家 我們過去經歷了阿富汗撤退 美國離開阿富汗 然後看到俄烏戰爭 大家的焦點 開始不只是放在美國、歐洲 而是放在這些地區 好像巴基斯坦 剛才老總書順報的社評 反應也算是相當快 巴基斯坦一直在中東地區 你想想每一次塔利班、阿富汗、伊朗 有一個後勤基地 就一定是巴基斯坦 你無路可走 就去巴基斯坦 可以提供適當的秘匯給你 所以這方面 美西國家都知道情況是這樣 但中國和中巴的關係 有疑是相當深厚的 所以說到香港來講 未來我們很受國際局勢影響 我們要緊隨 有機會我們可以說多些巴基斯坦 可以說多些了 將來我只有李嘉班子 你現在稿子有很多人在 很重要 你真是找一些暢曉國際形勢 你做你的智囊 你才看得通 看看李嘉班將來的組合如何 名氣大沒用 你真是有些實料才可以 又看看台灣《今日報》 又說到美國對中國的經濟戰走進死胡同 你看完《經濟日報》的社論 你不看《經濟日報》的時候 台灣《經濟日報》 你會以為 這份是文匯大公還是環球時報 上海也有《經濟日報》 上海也有《經濟日報》 但我自己和老總看完之後 都覺得他用數據去說話 用一個相當現實的世界觀 去講現在美中的經濟戰問題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戴琪日前在美國國會就說 下一階段美國的主要目標 要重新調校 調校準美中貿易的關係 檢驗中國如何落實 美中第一階段的貿易協議承諾 究竟有沒有給足 因為是要付錢的 好了 他建議 戴琪建議 美國應該從事戰略性的投資 提高戰略產業的競爭力 捍衛本身的經濟利益 和和盟友合作 令到供應鏈更具人性 以免受到中國不公平經濟做法負面衝擊 講完大番話 經濟報說錯了 為什麼呢 很重要的一件事 一講到中國問題 包括香港的朋友在內 都是立場先行 一是勇 一是反 沒有了理性和實情的分析 香港慢慢沒有了功能 所以台灣《機日報》 似乎很批評美國對華經濟政策 但他列舉了很多數字 很多實況 他很簡單 美國奧巴馬年代 所採取的對華經濟政策 就是封 到特朗普 就是打 來到拜登上場 就用很多的創新思維 現在正在醞釀 你封不行 你打也不行 你打之下 中國經濟繼續增長 所謂打就是用懲罰性的關稅和制裁 不是真的出兵打 用很強烈的手段 拜登現在用了台灣家庭的戴琪 戴琪當然他對中國人的想法比較熟悉些 但他似乎現在正在重新調整個中美的關係 所以從奧巴馬到特朗普到拜登 現在真是去到一個臨界點 但問題就是 有俄烏戰爭又令到美國的對華政策 又有新的變數 是的 《經濟日報》列出幾個重要指標 去說 美國對中國的貿易戰 關稅戰 科技戰 失敗 好像特朗普時代 被懲罰性關稅 但你看看 近幾年來 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 未見縮小 反而擴大了 美國懲罰它的關稅 但到頭來是害了自己 因為令到你本身的物價便會膨脹 於是你迫著 一定要鬆回 那個貿易的差異大 好了 現在去年年底不是很遠的事 幾個月前的事 英國劍橋大學和美國哈佛大學 聯合發表了一份報告 這份報告說 中國已經取代了美國 成為世界排名第一高科技製造大國 在人工智能 5G 量子信息科學 這些領域 中國是世界第一 在另一些領域 譬如半導體 生物科技技術 綠色技術 估計在未來十年 亦都會超過美國 這個Kalambich和哈佛 全世界兩大頂尖大所做 這個當然 那個學術性是很強 但這個好點出 他都不是說 那篇論文是很多的數據 而經濟報道 添寫社會 我覺得最堪我們重視的地方 很簡單 美中貿易失衡的深層次原因 就是結構性 美國長期是過度強調 金融化所導致的產業的空洞化 雖然說 中國在產業優勢方面 是很成功的 你看看美國搞什麼經濟 都是那些大banker 搞些金融的術語 又搞些什麼 全部搞些幾兇範的東西 中國你發覺 他就埋頭苦幹 在產業方面去生產 於是造成了那個落差很大 這個一語道破了 美中貿易失衡的深層次矛盾 他提中 他不是批評 經濟日報提供一個石破天驚的提議 美國最佳 而是理性的唯一選擇 就是徹底放棄反中思維 不是叫你從親中 而是從全球化的觀點 以尊重市場經濟為原則 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國家 根據比較利益的原則 進行全球範圍的資源優化配置 一起做大個餅 做一個全球發展 得到全球最大的利益 如果經濟日報最後一句 就是說 一門的心思 對中國大陸搞經濟戰 是一條死胡同 是行不通的 我不知道哪些社評 是否都能夠 令到戴琪等等 都可以改變它的思維 這就不是一個零與一之間的二分法 其實過去香港來說 在這方面的角色很重要 但你現在廢了香港武功 你令到美中關係 香港一定會靠邊站 發揮不到 好像經濟日報所說的 我分析的利弊在哪裏 而香港亦都有一個很重要的國際城市 香港的美國商會等等 反映出中國很多真正的問題在哪裏 你加著太平洋去觀察中國 你很多事情真的會看錯了 各位你們可能覺得奇怪 台灣經濟部這樣說 戴琪怎麼會聽到 美國政府會不會來 我想告訴大家 外國駐某些地方的機構 譬如說 美國駐台協會 美國在香港的總領事館 他們一直看著當地的輿論 或者接觸人物 他們會寫報告 有些需要 是扔回美國本土裏面 如果有需要 是會給一個詳盡版本 我覺得經濟邊的社平 其實是值得美國政府去重新思考 封不行 打不行 怎麼會有效呢 他們的這麼多這麼厲害的人 可以知道 但我剛才提到 一場鵝烏戰爭 令美國在這個問題上 又多了很多考慮 這百更多精彩節目 等待大家 足本重溫 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